而高雄市这一对母女最近不太幸运 因为昨天的下午他们到一家百货附近喝下午茶 结束后正要开车门离去 结果一名抢匪突然就冲到车内 拿着电击棒攻击驾驶座的母亲 而母亲她是奋力反抗抱住了歹徒 在地上拖行了好几公尺 结果刚好是被路过的消防队员给致富了 母女两人12号下午在高雄市一家百货附近的咖啡店看书 4点半两人正要开车离去 结果才刚进到车内 一名歹徒突然冲了进来 拿出预藏的电击棒电击母亲 当时女儿被吓得冲出车外 歹徒则动手抢夺车内的包包 被电击的母亲则勇敢的抵抗 死命抱住歹徒并高喊抢劫 结果母亲被拖行了好几公尺 脚以及膝盖都受伤了 因为我就是有倒在地上 他还在攻击我 所以我有脚有擦伤 刚下去 好 他们的家区 幸好当时正巧有消防队路过目击 因此立即下车追捕 最后跟警网合力逮捕这名歹徒 警方事后在嫌犯计创内 找到两个失窃的车牌 以及两只餐友Ketamine香烟 以及吸食器 怀疑是没钱购买毒品 才出此下车 昨天新闻梁家文高雄报答 校图 当心比率